丁城隆尾酒户家庭两个星期前收到发展商的信函 要求居民在三月底之前撤离 不过没有明确的交代赔偿的细节 居民拒绝就范 进而对簿公堂 求助无门的居民只好请求行动党 五级牛乳俄区国议员兰卡巴代为辩护 希望法庭能够让他们获得一屋赔一屋的合理赔偿 差不多做到来整一百千 住差不多半年 只要我们有可能要搬了 受影响的酒户住户 有些已经在隆尾居住超过三十多年 有些则是在半年前才搬来的新居民 如今面对避风港随时消失的窘境 居民都忐忑不安 希望法庭能够要求发展商给予合理的赔偿 免得血本无归